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自己想的和落地的 现实差距太大了 你两万美金不知道往哪儿投 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机会 有那么多的人才 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机会 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机会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张兰 有规范的厨正建设 开放式的中心厨房 让顾客更加放心满意 本期节目张兰与您共同探讨 创业中最难跨越的卡 如何不放过每一次机会 我经历的时代 就是每一次呢 我都是在争取机会 所以说呢 每一次机会来的时候 我都不去放过它 在二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机会 和今天的机会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环境不同了 但是今天回过手去看 都是财富 比如我举个例子 八九年的时候呢 我有机会呢 去加拿大探亲 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就是我就先黑下来了 因为探亲只有三个月嘛 但是呢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 想多挣点钱 回国创业 因为你出国了以后 你看到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很发达 我也看到了中国能有机会 能把这些发达的理念呀 这些生意呀 能够带回国内来 我那时候已经看到机会点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次机会不能放过 但是我就想 第一桶金很重要 创业基金怎么来呢 我觉得还是 先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劳动 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 那我就给自己 既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用两年的时间 来获得两万美金 因为我们都可以算出来 那个时候一个小时才三美金 所以呢 我就在加拿大的 八九年一直到九一年 我每天是六份工 没有过过节 虽然我小时候吃了那么多的苦 我觉得北美那两年 对我人生是太大的一个挑战 每天打六份工 晚上是扳着腿上床的 所以说其他的一些想法已经没有了 只有一个目标 创业基金 创业基金 两万美金 两万美金 就是这个 当你非常明确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一切杂念 全都炮制为脑后了 第一桶金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但是呢 就是回国后呢 会发现自己想的和落地的和现实 差距太大了 你两万美金不知道往哪儿投 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机会 有那么多的人才 突然呢 就有一天 就是骑着自行车 迎着狂风 就在找项目 找项目 突然就发现东四 接着一个小标语 上面写着子粮店出租 而且呢 在东四一个就比较热闹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能做什么呢 我要想 还是通超就业吧 这个餐饮行业我比较熟 先干 再寻找下一个投资机会吧 就这样干起来了 那没有炉子呢 我自己弃炉子 这个小时候 在农村学的堂炉子 如果你在农村没有堂炉子经验 你就不敢租这个地儿 在这种逆境中吧 反而让我更加地坚强 反而呢 让我呢 觉得很多的机会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握 比如说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的作文的展示 我自贴的展示 我所有所有的 我都要做得最好 做得最棒 所以呢 就一路就特别有自信 当你做得最好 你要求你自己做得完美的时候 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机会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地有自信 就一路在你成长过程中 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挑战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养成了一种 战胜困难的那种自信心 所以呢 就会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 如何在餐饮业不断寻求创新 在餐饮业这方面呢 我觉得创新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像我在20年前 做第一家店之后 我就非常注重创新 我就把这个小店呢 我在四川呢 砍了很多竹子回来 那我自己呢 就是说给他盖了一个小竹楼 我自己呢 在竹楼里有绘画 就是歹家姑娘 在那跳着篝火晚会 所以说又有绘画 又有竹楼 那个20年前 在北京还是一个 很亮的一个亮点的 就像翘江南的精英理念一样 翘江南的不变是永远地变 我们不能跟着人家 废后地去学 我觉得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在里边 不断地从民族的这宝库里去淘 不断地去创新 我举个例子就是蒜泥白肉 这是很传统的一道菜 那我们给它改成亮衣白肉 其实呢是一种创新 在味形上一点没变 只是说呢 它的摆盘上进行了一个创新 这源自于我小时候 跟父母下方到湖北干校 湖北的农村 走很远才是一个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靠什么活着呢 就在一个村庄呢 靠挖一个湖 所有的住家都围着这个湖 这是湖北的农村的特性 那我们洗衣 吃饭 做饭 都是围绕这个湖 都是这个村庄的妇女 在湖边聊天啊 嬉闹啊 我就是在湖边长大的 母亲呢 带着我呢 在湖边洗衣的时候 都用棒锤 没有肥皂 这样在湖里头 棒棒棒 敲 那母亲呢 就会在两棵树上 拴一根绳 把衣服呢 搭在绳上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我就觉得 哎呀 母亲苍白的白发 在夕阳下 提的那一幕 往上搭衣服那一幕 就在我这个 心里的话 就是一直 有这么一幅 美好的一幅画 所以呢 当我想 晾衣白肉的时候 我就把我小时候 在心里的那幅画 展示出来了 所以呢 我就用了 创新的 这些竹子 就是两棵小树 完了呢 把那蒜泥白肉 像衣服一样的 一片一片地搭上 这样子去创新 但是口味上 味性上 没有任何变化 再一个 比如说 我小时候 爱写毛笔字 笔墨指焰 离不开 那我们现在呢 都用电脑 其实中国文化 怎么样去传承 怎么让外国人 了解我们中国文化 那我就上 永宝斋买了 就是小树用的 笔墨指焰 这些文具 那我就在这方面 我就在跟厨师 共同去创新 就把刺穿的小吃 通过笔墨指焰 这些工具 来展示了中国的小吃 所以这样的传统的 又和现代的 又和中国文化的 一种结合的创新 我觉得行行业业 都可以去做 你就去想 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去创新 那这种创新呢 一定是依赖于传统的 而不是说呢 大家都说中餐西吃 把西餐的鹅肝 也移植到中餐里面 我觉得我们中餐 是非常有魅力的 就像一个宝库 你越挖掘 你觉得越有价值 越挖掘越有价值 在这种价值链上 你去创新 让这种创新 来支撑着企业的一种生命 能够创出世界级的 品牌的这种创新 今天的中国 崛起了有那么多的民企 需要我们这些 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共同的一种创业者的心态 和企业一起发展 使得那么多优秀的民企 进入到世界五百强 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赢家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业者 优秘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如何在羽狼共舞时 求得生存 过去为了解决温饱 为了父母 从牛烹回来的时候 又炖饭吃 为了五个月的弟弟 能够存活 最难的就是以狼为伍 就是在湖北的梯田 晚上要去抓蛤蟆 我在这走 狼就在这走 因为我手里拿个手电 这是现代化武器 在狼的眼里头 就是核武器 它不敢碰你 有一天呢 忘了换电池了 抓了半面袋的蛤蟆的时候 正往家走的时候 手电没电了 所以说我使劲地磕 它就有一点笑鬼魂 玩命地跑 狂喊 声音都非常嘶哑地喊 这时候狼呢 也没敢靠近我 就是说你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你就本能地 去用你的那种身体的 这种吼叫和奔跑来存活嘛 虽然你可能不能以狼为伴 但是呢 你的竞争对手就是狼 你如何地使得企业存活 你就要奔跑 你就要本能地去保护你的企业 再一个 比如说上方掏鸟袋的时候呢 从动物身上你也发现 就是说你和动物存活 你要再抢食 蛇呢 也要吃鸟袋存活 人呢 也要吃那个鸟袋呢 去养弟弟 所以呢 也要去存活 所以呢 就会学会一些经验 防蛇的经验 就是你同时去抓鸟袋的时候 这手呢 就拿这个南瓜叶子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南瓜叶子的侧面全是刺 蛇是滑的 它去吃鸟袋的时候 它正在那吸着鸟袋呢 你去惊动它了 因为小孩嘛 够的时候是张着小嘴的 蛇就会找洞嘛 喉咙里 就往喉咙里钻 这时候你再拿着你的南瓜叶子 再把蛇攥出来 揪出来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工作中 生活中 都要遇到的 对吧 你去竞争嘛 对吧 今天的我们的商业竞争也是这样 所以年轻人呢 也是存活在这样一种时代 你要存活 没得抱怨 这就是社会 对吧 这就是你存活的一些本领 你要学会 比如说 湖北呢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水蛇 毒蛇也很多 后来我做餐厅的时候 我就变成了一个玩蛇人 你要去给人家展示 顾客点蛇的时候 我要亲自去抓那个眼镜蛇 这就是小时候学的本事 所以说你会发现人生 你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 你可能觉得 呀 这个不是人做的活 你会来发现 这一些都是你未来 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经验的积累 遭遇挑战时 如何能不言败 其实我的性格告诉我 人生不能有失败二字 真正你要失败的话 很难站起来 所以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信念告诉自己 此事绝对不能失败 所以说呢 就是说当你选择创业的时候 这个商业模式 还有市场竞争 你有没有核心竞争力 等等等等 这个呢都是要你们去考虑的 2000年我创办的翘江南 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用了十年 去储备了做品牌的这个基金 这个时候就很有细心了 所以呢 2000年到2003年 我们已经有11家店了 我记得在开第九家店的时候呢 我刚刚给我妈妈买了一个别墅 用了93万 就想让它安度晚年 进一个女儿的孝心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发展得很快嘛 就是一家一家一家 几乎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就一家 就是在投资的过程中 还没有产出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房呢 就给卖了 到2003年 SARS的时候呢 我们又遇到了 这么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像国贸店啊 家里店啊 横基店啊 其他店已经产生效益了 在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挺过去了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当遇到大的挑战的时候 你们怎么能去战胜这些困难 能够不失败 我觉得这都是要做好了一些 前期的一些准备的 像金融危机 下一个大的海啸 或者是大的地震 这种我们能不能够 带着企业走过去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年轻人如何用正确的心态创业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误区 总是觉得想去创业年轻人 我呢是33岁才去创业的 那个时候在加拿大等等等等的经历不同 才去创业的 那个时候我们没得选择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可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其实也是一个创业者 你也应该规划好你的职业生涯 今天的中国崛起了 有那么多的民企 需要我们这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共同的一种创业者的心态 和企业一起发展 最后通过我们这些职业经理人 共同努力 使得那么多优秀的民企 进入到世界五百强 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赢家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业者 其实没有必要说 我现在就要去借两万美金 到父亲那一辈 去让他们辛辛苦苦 一辈子的积蓄给我去创业 因为这笔钱你来得容易 所以呢 可能就铸就了要失败 比如说从小贩馆 那我都是自己创业 投来的第一桶金 你就会非常的珍惜 花钱呢 你都会一分钱数着尘的去花 把钱花在刀刃上 这个时候呢 你失败的几率就很小很小 成功的几率就很大 所以我希望呢 年轻人呢 如果你发现 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你有能力去创业的时候 我希望资金一定是你自己 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工作的积蓄 筹得了第一笔创业资金 而且呢 你有一个工作的经验 对市场的一个判断 等等等等 有很好的合伙人的 这个时候 你再去创业 我相信一定是成功的 那你走开了呢 你走开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